创当过来之后张立鹏看了一下 再给过来 这个球不知道有没有阅位 但是封堵的很及时 严俊玲在哪 门前虽然有些混乱 但是在最后处理的时候 中国队防守当中 还是出现了犯规 就是在这个位置 想上去但是突然发现在速度上 有点吃亏所以没敢上 结果在这个位置 留出了空档 让黄启燦给了一个小的直塞 去找封线上的曹规程 这个球其实对曹规程来说 也有点慢 但是球落下来之后 造成了连串的混乱张立鹏 孙兴敏助跑上门 上半场比赛打了10分钟 孙兴敏的脚球 帮助韩国队在客场1比0领先 这球的丢球时间呢 确实有点早 因为从前9分钟 中国队整体的防守队形和 防守的保护来讲呢 还是做得不错的 但是黄启燦在边路的一次个人的强突 打乱了在局部中的防守保护的判断 尤其是张立鹏想上没上的这一下 犹豫了 给了黄启燦继续向前突的空间 这样的让他获得都没有看准球的落点 刘洋 找谭龙 能不能转过身呢 直接射门 球拿得也不是太舒服 但是中国队的这种打法 对韩国队刚才正要前压的防线来讲呢 还是能够制造威胁的 包括在开场前10分钟 中国队反击当队顺利 但是并不敢大意 这脚任意球呢 有一定威胁 但还是偏了 吉林斋通过他的带球呢 开始提速李基地 队友在就近要求 落下来第二点李刚仁 小心他的射门 一脚传中 造成 中国队的这几次进攻啊 在提速环节呢 都想直接找到维世豪 这是个机会 无锡的上抢 金敏斋 还是无锡护了下来 刘宾宾给过来 门前的机会 上门 打在了边网上 发到前面 孙星平 投球百度的后点 哇 这个球蹭了进去 在线路上呢 原本以为他是百度 没想到蹭向了远端 飞进球网 打防线的 身后的这次突然启动 所造成的点球 第二次呢 又是孙星平的这次 向前突破射门被封堵之后 在前点被他抓住了 脚球的机会 虽然失球的方式是两个定位球 但是这两个定位球的产生呢 都是在 整体防守这个节奏 突然变化的那一下 戴卫军 这两次接应都做得不错 往上远好的 及时转移 船中的质量落到中间 投球 弹龙抢下来之后 吴磊 再百度 金铭灾完成了一次投球的解围 落下来之后 这次机会 无息 倒在了门前 主裁办事宜都没有犯规比赛继续 不过这次中国队在门前呢 形成了三次进攻的尝试 克林斯曼在场边呢 已经连续白手示意韩国内的防线呢 要加快出球速度 多往前场打一点直接的线路 李刚仁 这个位置需要有人顶上去 李刚仁 调整之后还在变化 打出一招射门 这个位置不能给他太多空间 那脚下的控球能力很强 给他的空间越多 他所能观察到的机会就越多 韩国队也开始重新 加强前场的压迫 严俊玲交给 孙兴敏来罚 在中路投球 被顶向了圆角 中国队还是没有防住这一下 郑生炫的投球 好的起角区域